你只要短短的幾個步驟 就可以把像TrackGPT一樣的大型語言模型 內建在你的電腦上運行 它是完全Open Source 就是開放原始碼的 所以就算你在企業內部使用 也是沒有授權 而且沒有限制的問題 大家好,歡迎來到首歌可可 我是首歌 TrackGPT紅到現在也將近一年的時間 相信大部分人都已經使用過了 那也有一部分的人很想要在自己的公司 或者是在自己的家裡面 把TrackGPT部署在自己的電腦或是公司內部 不過因為之前在取得有點難度嘛 另外再加上要部署AI模型 需要一些技術還有知識 那這個可能不是一般的人辦得到的 不過今天首歌要來介紹大家一個非常好用的工具 你只要短短的幾個步驟 就可以把像TrackGPT一樣的大型語言模型 內建在你的電腦上運行 而且首歌今天要介紹使用的這個模型 它是完全Open Source 就是開放原始碼的 所以就算你在企業內部使用 也是沒有授權 而且沒有限制的問題 好,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怎麼操作吧 首先我們要來下載這個叫做LM Studio這個工具 連結,首歌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點擊一下 那進來到這個網頁呢 它有三個系統可以選擇 第一個是如果你是Mac的話 它目前支援M1、M2處理器的Mac 那Windows的話它也有Windows專屬的版本 那另外如果你是用Linux的話 目前它Beta也在進行測試中 那首歌現在要來跟大家Demo的是M1處理器 所以我就先下載這個 點選一下下載 好,那下載完成以後 我們會在這邊看到一個LM Studio這個DMG的安裝檔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 打開以後 在這個視窗裡面 我們直接點選這個LM Studio啟動它 這邊它會跟你確認一下訊息打開 打開完以後 這個是我們LM Studio的主畫面 那因為它只是一個執行工具 所以第一步我們要來下載我們所使用的語言模型 那今天首歌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最近才發表的 蠻有名的一個語言模型 它叫做Mistro 7B 那我們可以在左邊的這個放大鏡這邊搜尋進來 然後在這個上方搜尋框這邊 搜尋Mistro 7B 然後按下Go 搜尋 那搜尋以後呢 所有的搜尋結果都會在這邊 那我們下載第一個 這個下載數是最多的 那這邊它分成好多個版本 比如說你要做翻譯用 或是你要做一般文字解讀用的話 選這個3.08GB的這個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就點選這個Download 那這邊不用去擔心它下載的資料來源 因為它這邊所有的下載結果都是從這個Hugging Face 就是很知名的這個AI模型的下載網站 所有的模型都從這邊下載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下載它 下載次數也不用在意 因為基本上它不大會去限定流量 像首歌之前在做 Gable execution 的模型的時候 一天下載幾個G的模型 也沒被打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從這邊下載 放心,稍等一下 好,那在下載完成後 我們一樣從左邊的這個工具列點到第三個聊天 我們準備要來開始使用了 我們現在看一下介面 介面上面這邊有一個藍色的按鈕 這邊是讓你選擇模型的 那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下載的這個Metro Instruct V0.1 這個模型 我們可以點選這邊 選擇,它會載入模型 如果你是SSD的話 接著像這個模型 兩秒鐘這邊就載入完了 那左邊這邊Chat 有點像ChatGPT 如果說你有用ChatGPT的話 應該對這個不莫貞 你可以一直點New Chat 一直加新的聊天主題 在我們開始聊天之前 我們有一個地方要先來做一點小小設定 因為畢竟這個是你本機版的 所以它設計上彈性會多一點 但是你就必須要先設定 那我們看一下 右邊這邊有一個Model Configuration 這邊打開 打開這邊有幾個參數要先設定一下 這邊基本上是有關AIA它回應的一些參數 那這邊基本上和ChatGPT的它其實蠻像的 就是這幾個參數 那通常建議 如果你沒有要特別做其他事情的話 先保留它的預設就好 然後這邊 這裡有一個Model Initialization 這邊 模型的初始的話 這邊有一個設定要先設定一下 就是這個ContactMate 這個地方 因為它預設是1500 所以如果你想要問它的資料比較多的話 那你就可以適當的把這邊放長 左邊這邊先把它設定到6000 因為如果說不夠長的話 它回應會中斷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像手哥現在使用的是MacBook Pro 那它是M1處理器 所以這個地方有一個Hardware Setting 硬體設定這邊要打開 那它支援硬體加速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把Apple Metal GPU這個地方把它勾起來 勾起來以後 它會用Apple的GPU去加速它AI的運算 所以整個聊天的流程 還有它回應的速度會順暢跟快速很多 好我們設定完這些以後 然後再點一下下面這邊有一個 Reload Model 就是重新載入模型 然後去套用新的設定 等一下 那一樣它很快就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跟它聊天了 那第一個呢 我們來問它一個簡單的話好了 你是誰 你先問它這個簡單的話題好了 OK 有沒有看到它的回應速度其實非常快 那它這個下面這邊有一個統計 統計說你在你電腦上運行的時候 它回應的速度是每秒幾個Token 比如說你現在測試這台電腦 它每秒回應可以回應16.15個Token 相當於7到8個中文字 那英文的話就更多了 所以它回應速度其實非常快 那你可以問它一些簡單的知識 比如說我剛剛問它你是誰 好那我現在再問它一個問題 問它請問什麼是 LLM 可以看到它的回答其實是蠻準確的 而且回答的品質也是相當不錯的 那不過它有一個小小缺點 就是因為它的訓練資料 畢竟沒有確訓那麼大 所以它偶爾會噴出簡體字出來 好那我們現在再做一個範例 那首歌現在要來硬式要學這邊 我把其中一篇文章的第一段文字複製起來 然後我要請AI幫我翻譯成英文 好現在請它幫我翻譯成英文 它翻譯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基本上跟你在用Google翻譯其實差不多 而且它的翻譯品質 真的已經很接近原生英文了 那這個也是所有語言模型的特大 因為他們訓練資料大部分都英文 而且它又能理解中文的情況下 它的翻譯品質會非常的不錯 當然你也可以讓這個Metro 7B這個模型 幫你處理更多的文字 或者是你要問它一些數學問題也可以 反正跟TrackGPTT一樣 就是在這個介面上 你可以跟它做任何的互動 最後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Metro 7B這個模型 這個模型它用的參數大概有73億個 根據它目前所做的測試 它在一些比如邏輯推理 文字處理 世界知識 數學 或者是程式碼的解讀 甚至撰寫上根據它所做的測試 結果都比一些知名的大模型還好 所以目前來說 Metro 7B的出現 讓很多人開始發現到 原來我可以把語言模型 放到自己的電腦上面執行 所以首哥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這個模型 是真的可以讓你在自己這種電腦上來執行 而且運送效率是非常不錯的 那當然首哥剛剛測試的案例是在Mac M1處理器上 這個算是有GPU加速的 如果說你的電腦是沒有GPU加速的話 那其實也沒問題 因為像首哥昨天在用我自己的電腦測試的時候 那因為我顯然是AMD的 A卡 不好意思 它不支援 所以運作效率比較慢 不過以首哥i9-13900KF處理器的效能來說 它用四個處理程序的狀況下 它一秒鐘大概可以七到八個Token 也就是說一秒鐘大概出三個字 所以也不會太久 但是比起我們剛剛在影片上看到 在M1處理器那個 濕滑順暢的感覺來說 當然有差啦 那另外是如果你不是AMD的卡 你是N加的卡 就是NVIDIA卡 那或許沒有這個問題 不過手哥現在目前手邊沒有NVIDIA的卡 所以沒辦法測試 但最流暢的速度 剛剛有看到 M1的速度可以到這樣 那如果你有M2的比電的話 那當然速度能夠更快 或是你有什麼 4070 4090的卡的話 那速度可能又會再更上一層 不過無論如何 我覺得這個處理效果是非常不錯的 最後首哥要跟大家輕輕一點 千萬不要去問它一些實時的問題 所有AI模型 語言模型它都有資料訓練樣本數 跟訓練樣本它截止時間的問題 比如說你不要問什麼台灣現在的總統大選 有誰選舉 這個疑問它它一定回答你 就是我們之前說的一本證明的講幹話 它一樣會發生 那目前Metro7b發生講幹話的狀況也是有的 因為它畢竟不像CHPT一樣 它有很多團隊在後面即時去修正模型 所以它還是會有這些狀況 不過如果你去問它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邏輯推理 寫程式、閱讀程式、傳數學 這件事情它還蠻強的 或者是做一些試技知識的查詢 它非常不錯 好大家如果想要在自己的電腦上面 裝一個CHPT相類似的功能的話 再把剛剛的影片操作過程 操作步驟再做過一次 你的電腦上面就可以有自己的CHPT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掰掰 喔剛剛忘了說 如果你有在關注AI方面的主題 歡迎現在就幫手跟按個訂閱 記得小鈴鐺要開起來 掰掰